台湾向前衝一起拼經濟 我是吳宣宜 說到嘉義美食 不少人都指明 一定要吃這家的砂鍋魚頭 從民國42年開始 已經傳承到第三代 現在除了顧好店內招牌菜 更拓展電商市場 而最近幾年來 更陸續研發出多項常溫商品 多方經營下 讓他們不受疫情影響 業績逆勢成長兩成 在去年的營收來到2.7億元 而第三代執行長 還斜槓當起了直播主 推廣嘉義在地產品 壯大自己的電商行銷能力 好 開始下白菜囉 每天到白菜的用量 大概都是上燉的 光蔬菜跟豆腐呢 還有簡單這樣的爆香 其實就加上我們大骨高湯的甜味 就會非常夠 一大鍋一百元份的砂鍋魚頭湯 林嘉惠每三兩下就搞定 旋轉一下喔 他是林嘉惠嘉義著名小吃砂鍋魚頭店 第三代執行長 接班已經17年 在今天的魚頭呢 有鮭魚頭也有石斑魚頭 那我們內用呢 從一人份到五人份都有 那我們如果說你一個人來吃 就建議你吃這樣子的小魚頭呢 那我們來搖一碗 不會吃魚頭的話 還有其他貼心選項 真的不會吃魚頭 你就可以選我們的魚肉 那麼像我們這樣的魚肉 也都幫大家切一小段一小段喔 可以看到它的厚度 那它的吃起來的這個口感 加上我們的砂鍋菜是非常好的 客人從碗裡夾出來的魚頭 立在盤子上比大碗還要高 兩人吃一份剛剛好 那東大蝦爛湯是我們家 第一道湯品 這比砂鍋魚頭的歷史還要悠久 那我爺爺在開店的時候 創業跟我奶奶 就是在文化路夜市開始擺攤 第一次賣的就是冬菜蝦仁蛋 就是這一道 所以這也是我們家藝人 最熟悉的一道下午茶湯 賣砂鍋魚頭前 其實冬菜蝦仁蛋湯才是招牌 爺爺就是又也是 因為手藝很好 就是會煮砂鍋魚頭 就是賣了砂鍋魚頭 就變成蝦仁蛋湯的這個湯味上 又有砂鍋魚頭 頗受歡迎從民國四十二年 陸陸續續這樣子賣到 就是賣到他第二代我第三代 一賣六十八年的砂鍋魚頭 是林家惠爺爺發明的 奶奶過世後 原本在外創業的爸爸林聰明 於是回家接手 一路將事業從路邊攤 擴展成台灣米店 我們這個東西 大概就是以高湯為主 然後這個粉會不淘 它果渣米 古早味流著 大家來吃了順口 沒有什麼工 吃起來順口 回去會想 兩個禮拜會想再來吃一次 這樣就對了 順口滋味就連兩任總統 也曾力臨品嘗 還遠賣南非 光運送費就要一百多萬元 成為另類台灣之光 那時候我的生意已經非常好了 然後他就說想要進修授飾 還要去外國 我說等一下 你就幫我一下嘛 不要馬上畢業馬上走 修 修個一年我們再去嘛 然後他就接受我的講話 然後就幫了一年 幫了就直接 我練的 我練得練到身材 因為我腳比較短 我就坐不太長 走不太遠 走不太遠 在熱湯大鍋旁長大的林家蕙 把傳承當作自己的使命 這一頭已經丟下去炸 另一邊繼續裹粉 整個炸魚流程控制在五分鐘左右 然後一顆起來 快炸了 快炸了 為了讓砂鍋魚頭食材更豪華 上得了台面 林家蕙特別引進鮭魚 石斑魚等海魚 還發現炸過之後 肉質比原本的淡水魚更豐滿 目前店內就以當天魚貨來供給 也讓客人就算每天吃 也有驚喜 現在的人 對油的 鹹的 油膩的東西比較不要 外面還有日本料理的文化進來 我們才知道 不要炒菜炒得那麼油油膩的 你少油一點 鹽巴少一點 我們大概就是朝這個方向 跟著時代再走 時代怎麼樣我們就跟著走 但是也不脫離我們原來的 原來的那個國家 大家就是在飲食生活中 一直不斷的 算是教育我們了 教育我們一些味覺上的 一個訓練 那我覺得這也是身為 從事餐飲家庭裡面的 比較跟一般的家庭上 有點點小不一樣 林家蕙回家接班 漲勺十七年 營業額已經比當年多出二十倍 除了改善用餐環境 改良工作流程 更拓展電商市場 還斜槓當起直播主 五 四 三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 女流會社的現場直播 我是魚頭妹 哈囉 我是九小姐 不戴帽子換上休閒服 林家蕙變身另一個角色 魚頭妹 與合夥人開直播 推廣嘉義事務 因為這女流會社 其實就是我們三位好朋友 一起創立的 那在疫情的時候 五月底我們就創立到至今 也播了十幾場的直播 而且我們一直到現在 都是跟我們在地的 四五十個品牌 一起來合作 五月中疫情爆發 殺過魚頭 內用生意頓時少掉六成 但外帶業績成長 少了代位送餐等繁瑣工作 人力全用來衝刺外帶和電商 常溫商品的包裝出貨 但業績不減反增 從去年遇到疫情的時候 我們也是第一時間 就其實餐飲業都也非常的緊張 那包括我們的餐旅業 也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當顧客可能沒有辦法 來我們店裡的時候 我們剛好我們原本發展的電商市場 就派上用場 除了顧自家生意 林家蕙就像地方里長 很關心嘉義的大小事 在短時間內創立媒合平台 讓在地商家 疫情期間多了到出路 疫情當中女流會社的存在 其實是帶給我們在地 包括我自己也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過去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大家站在一起 但疫情沒有人來 我們要更加的團體 不僅幫助在地商家 林家蕙也積極開發 自家的常溫商品 用熱燒的招牌湯底做研發 以單項商品為例 短短兩個月就賣出超過五萬份 以去年的營收是比前年 漲幅大概是20% 那今年的營收大概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電子商務上面的成長 大概也是20% 提早佈局電商市場 即便疫情來襲 業績依舊穩定成長 我覺得這也仰賴說 我們原本的消費模式 就是有內用又有外帶 又有電商 那這三樣的這樣子的組合 讓我們的顧客 可以快速地搜尋到我們 從馬路到網路 林家蕙也是花了心力 才掌握到冷凍宅配的藥領 現在每天平均有2000件的出貨量 訂單滿到下訂 兩個月後才能收到貨 然後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能 樂在其中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好 即便如果遇到困難或挑戰 也是會重新地去思考說 哪一條路 至少你還有 你喜歡的事情可以去發展 秉持初心卻也不斷創新 林家蕙做出的成績 大家有目共睹 而問到爸爸林聰明 給女兒打幾分 大概六十分吧 這麼幾分 為什麼啊 因為對我來講 你要有六十一分的人 都是非常地簡單的 六十分就你自己 會打你自己 把你目前已經看得到的東西 做好 那我們在這邊即可而已 其實他的空間還很長 林聰明給女兒打六十分 卻說自己只有五十九分 暗示在他心中 林家蕙早就超越爸爸 從路邊攤這樣子 爺爺奶奶時代 直到爸爸創業六張桌子 直到我們現在 還有機會發展 網路電商的市場 所以雖然還 爸爸剛剛講的 打六十分 我覺得還太高了 還太高 我覺得我 我跟我自己 沒有那麼高的分數 我覺得四十五分差不多了 就是我覺得才做不到一半 被稱作在地創生最佳典範 林家蕙依依舊謙虛 繼續把矛頭指向多元化經營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但是那個台下十年功是 台下十年時時刻刻都在命功 我覺得這是我們家的一個縮影 不安於現狀 讓心讓事業與時俱進 穩紮穩打 朝百年老店邁進